念佛必须要明理,千万不可忽视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教理不明,修行就不得理,说个不好听的话,就是盲修瞎恋。 一定要懂理,否则不能成就。 凡夫终日忙碌,应酬既多,回家又不惜心境遇。 虽然每日早晚两刻,而心中未曾一刻安宁。 尽管念佛,妄念依然压倒正念,就是念佛的心,也从不体会到离一切相, 就是我相,人相,众生相,受者相,修一切善法等道理。 因之,修行多年,仍然心随静转,自己做不了主,得不到佛法的益处。 确实如此。 为什么有人修学佛法多年以后,竟去学邪门歪道? 就是不懂得心外无法,而去想心外求法,追求神意。 这主要就是不明理造成的。 比如,对世心是佛,世心做佛要完全弄清楚,除非你证悟了。 但是,这个道理,我们必须深信不疑。 这个就是宇宙,人生的奥义。 这是真理。 两千多年来,不少大德也是亲政了的,才有那种成就。 我们必须明白,我们的自性,就是众生的本具的佛性,就是常住真心,永远不坏,其他一切都是假的。 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法,有生就有灭,不是永恒的。 这很重要,必须了解。 所以说,万元皆假,万事万物都是假的,一性未真,只有这个本性才是真的。 圣人借假以修真,聪明的人借这个假的躯窍还存在时,去修真心,于夫丧真而主假,愚蠢的人把真心丢掉了,而去追逐假的,在假的躯窍上去打主意,费精力,这完全错了。 为什么念佛可以成佛? 阿弥陀三个字,就是无量光,无量寿,就是人人本有的佛性。 我们念自性佛,念到结果,妄念去掉了,真性显露了。 我们念佛的心就是佛心,所以说是心是佛。 尽管我们用妄心在念,但是念来念去,妄念逐渐减少了,妄去真显,就是一个视心做佛的过程。 懂得视心是佛,视心做佛这个根本真理,就抓住了一把总的钥匙,一切佛法的理论都贯通了。 我们就晓得真是心外无佛,佛外无心。 因此说,一切为心造阿。 当然,佛法所说的心,不是我们所说的心脏,那个叫肉团心,实际上与思维活动没有关系。 也不是我们平时六根接触六尘而产生的妄心。 佛法所说的心是常住真心,无形无相,看不见,摸不着,所以不太好理解。 但是,我们必须相信,佛陀所开示的是绝对真实的,这个就是宇宙,人生的奥秘所在。 这个常住真心,不生不灭,不增不减,常住不变的,这个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。 我们懂得了唯心净土,自信弥陀,就明了教理了。 这个认识不要把它看简单了,能认识到这一点,就是以生成佛的因缘,就是当生成佛的起点。 懂得了这个道理,我们念佛自然就得力了,妄念就能大大的减少。 所以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这样,我们念起佛来,就容易感应道教。 而且,明理的人,往生的品位,也必定能提高。 由此可见,念佛必须明理,明白教理非常重要,千万不可忽视。 有人会说,我们当然想明理啊,但是不识字,文化太低,怎么办? 我建议,我们要有这个认识,知道明理的重要,然后虚心向人请教,特别是重视听经,听正知正见的法师讲的词带。 只要多听,必然能够理解。 这并不要好高的文化。 只要我们认真听,认真思考,多闻多思,这样,就能逐步地明白佛法的教理了。 所以学佛应该理事双修,不要偏废。